一名英国富豪为了追求刺激 决定在自己的生日晚宴上玩一场剧本杀游戏 可谁知游戏才刚刚开始 扮演死者的富豪本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变成了一具货真价实的尸体 凶手是如何完成当众杀人的呢 而这起命案背后似乎还隐藏着一个有为人伦的家族秘密 本期节目填成继续更新高分悬疑推理剧 害人命案事件部 今天要讲的故事叫致命剧本杀 死去的富豪名叫老魏 是当地知名的桌游发行商 老魏的豪华庄园位于一座偏僻的私人小岛上 案发时刚好天气突变下起了暴雨 当地赫赫有名的巴纳比探长在街道报案后 不得不冒雨带队 乘坐渡船来到岛上调查 老魏的怀孕妻子魏夫人向警方讲述了案发经过 当晚八点半左右 剧本杀游戏刚刚开始 原本兴致勃勃的老魏突然烟影发作 决定先回楼上的房间抽环电子烟 过过阴影后再回来跟大家一起玩耍 老魏在上楼后步伐摇摇晃晃 身体似乎不太舒服 就在大家不明就里之际 老魏就突然从楼梯上摔倒 滚下了一楼 再次过程中 他还撞到了楼梯边的一尊巨型雕像 悲催的是雕像手中握着一根短毛 在老魏的撞击下 短毛从雕像手中滑落 不偏不移的刚好扎进了老魏的胸膛 魏夫人和参加晚宴的宾客们 起初还以为这么精巧的死亡现场 只是精心设计的剧本杀桥段 可大家呆立了半天 也不见老魏醒来 走上前查看才发现 对方居然真的死了 法医初步的尸检结果表明 老魏并不是被雕像手中的短毛刺死 而是死于琴化物中毒 也就是说 短毛在刺入老魏胸膛之前 对方就已经毒发身亡 这显然是一起谋杀案 琴化物的毒发时间 一般在两分钟到十五分钟之间 最多不会超过半小时 换言之 凶手应该是在八点到八点半之间 对老魏进行了投毒 不过这只是初步的事件结果 具体情况还要等尸体 进一步解剖之后才能确认 巴纳比让法医和其他几名警员 先将老魏的尸体运回警局 自己则和助理特帅 留下来封锁现场 谁知法医刚将尸体运走 岛上的雨势就越来越大 还刮起了台风 停泊在小岛岸边的渡船 全都被风浪卷走 就连手机信号 也在恶劣的天气中中断 这下包括巴探长和助理特帅 在内的所有人都被困在了岛上 谁也离开不了 巴探长只好一边查案 一边等待天气转好 很快 助理特帅就在庄园储物室的橱柜里 发现了几瓶用来杀虫的青青酸 由于储物室和橱柜都没有上锁 所有人都有可能拿到青青酸投毒 据魏夫人交代 晚上八点到八点半这段时间里 丈夫老魏一直跟自己在一起 在此期间 老魏没有吃任何东西 只喝了一杯香槟 凶手最有可能在香槟里投毒 这杯香槟是由男仆阿乔端给老魏 准确地说 这个阿乔并不是老魏家里的男仆 而是在剧本沙里扮演男仆的演员 阿乔的母亲乔妈 是剧本沙的编剧 阿乔的父亲乔爸 经常在剧本沙的游戏中扮演侦探角色 乔家三口的主要工作就是专职上门 为客户提供沉浸式的剧本沙服务 面对巴探长的质询 阿乔坚称 香槟里不可能有毒 这瓶香槟由阿乔临时打开后 一共倒了两杯 老魏只是随手端起了其中一杯 另一杯则被老魏的小姨子秋嫂喝下 秋嫂到现在也没有出现中毒症状 可见香槟里应该没有毒 由于暂时无法对香槟进行检测 巴探长只得暂时相信阿乔所言 既然如此 凶手到底是如何投毒的呢 巴探长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只能换个思路 准备从凶手的杀人动机查起 在经过一番调查后 巴探长发现 老魏的亲人们似乎都有杀人动机 老魏的妻子魏夫人 是其保险和遗嘱的受益人 自然有充分的谋杀动机 魏夫人的妹夫秋哥 原来是老魏公司的财物 半年前因为犯了一点小错 被老魏扫地出门 秋哥和其妻子秋嫂 很可能对此耿耿于怀 萌生了杀人念头 当然 嫌疑最大的还要属老魏的女儿魏小姐 魏小姐是老魏和王妻的女儿 现在的魏夫人只是她的继母 由于和继母长期不和 魏小姐和父亲的关系也日渐疏远 这些年来 魏小姐很少回家 直到前不久 老魏打算提前退休 将公司交给魏小姐管理 魏小姐才兴冲冲地回到庄园 谁知等她回来后 老魏又临时改变主意 这让雄心勃勃的魏小姐十分不满 巴探长随后对每一个嫌疑人 进行了细致问询 发现这些人的谋杀动机 又都不充分 老魏和魏夫人虽然年龄悬殊 但两人感情非常好 所有认识他们的朋友都能证明 魏夫人不可能为了保险和遗产 而谋害丈夫 而邱哥夫妇跟老魏一家关系一直很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两家甚至还有一个 有违伦理的口头协议 邱嫂由于不能生育 又想要一个孩子 而老魏由于年龄太大 也没办法让妻子魏夫人当上母亲 所以魏夫人和邱嫂姐妹俩经过商量 想出了一个脑洞大开的方案 那就是由魏夫人帮妹妹邱嫂代孕 怀上邱哥的孩子 如此一来 邱哥邱嫂就能拥有一个亲上加亲的孩子 老魏也很支持魏夫人的决定 两家竟然如此交好 邱哥邱嫂应该不会为工作的事 就对老魏起了杀心 更何况 邱哥邱嫂目前正沉浸在 即将为人父母的喜悦中 无论如何 也不至于在此时杀人 至于头号嫌疑人魏小姐 更是异口否认自己会杀害父亲 她表示 父亲的公司正面临经营困境 如果不是父亲一再委托 自己根本不想回来接管公司 在为自己辩解完之后 魏小姐还向巴探长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案发当晚8点10分左右 她曾亲眼看到 父亲和乔妈发生过激烈争执 对此 巴探长感到十分疑惑 乔妈只是剧本上的编剧 跟老魏毫无瓜葛 而且老魏是对方的客户 两人之间似乎不该发生争执 巴探长随后找到乔妈质询 没想到 乔妈一口承认 自己确实跟老魏发生过争吵 原来在几年前 老魏的桌游公司 曾剽窃过乔妈的游戏创意 案发当晚 乔妈特意找到老魏 希望能得到对方的一句道歉 本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谁知性格傲慢的老魏 不仅没有给乔妈道歉 反而口出恶言 对其百般嘲讽 两人因此大吵一架 不过乔妈坚称 自己不可能为了这么点小事 就犯下杀人的重罪 这么做根本不值当 不过 巴探长并不相信乔妈的这番说辞 在经过这一轮的问询之后 他已经将头号嫌疑人 从魏小姐转移到了乔妈身上 老魏性格傲慢 说话不留余地 乔妈完全有可能在一气之下 泄愤杀人 并且 老魏喝的香槟酒 是由阿乔提供 乔妈想要在其中做手脚 非常容易 就在巴探长决定重点调查 乔家三口之际 庄园里又出事了 当时 巴探长正在到处寻找线索 突然听到隔壁客厅传来呼救声 等他赶过去时 发现魏夫人的妹妹秋嫂 已经瘫倒在地 呼吸变得十分困难 而秋嫂刚刚喝剩下的茶水里 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苦性人味 明显是被人投了情话物 好在发现及时 在经过催吐和洗胃之后 秋嫂最后被抢救了回来 秋嫂的预险 让巴探长的调查再次陷入困境 如果凶手是乔妈 对方又为何要谋害秋嫂呢 两人此前甚至根本不认识 难道方向又搞错了吗 就在巴探长大脑就要当机时 庄园里再一次发生了命案 当天夜里 乔家三口中的乔爸 被人刺死在了客厅里 此时 手里还抓着一根断裂的金色项链 似乎是从凶手的脖子上扯下来的 巴探长一眼就认出 这条项链是魏夫人的私人物品 难道凶手是一直不动声色的魏夫人吗 可对方正处于孕期 有可能杀人吗 面对巴探长的询问 魏夫人本人也是一脸疑惑 他表示 昨晚睡觉之前 自己就将项链摘下来 放进了首饰盒中 不久就睡着了 完全不知道 这条项链为何出现在死者手中 在问询过程中 巴探长注意到 魏夫人的脖子上没有任何勒痕 如果是从她的脖子上将项链扯断 无论如何也会留下一点痕迹 这样看来 魏夫人似乎并不是凶手 真凶应该是偷走了她的项链 然后想嫁祸于她 最后 巴探长又从乔巴口中了解到 乔巴平时热衷在剧本杀游戏里 扮演侦探角色 已经到了近乎风魔的程度 老魏死后 乔巴就一直在偷偷寻找破案线索 昨晚临睡前 他和乔妈坐在楼梯上聊天时 不知道发现了什么 突然兴奋地跳了起来 并声称 自己已经想通了凶手的投毒方法 下一步就是找到证据 确定凶手是谁了 回到房间后 乔巴还将一枚金属圆环交给乔妈 并表示 这是非常重要的证物 是自己在河边草地上捡来的 让乔妈好好保管 交代完后 乔巴就离开了房间 独自去寻找 确认凶手的证据了 谁知很快就遭人杀害 说完 乔妈将金属圆环交给了巴探长 巴探长一时也看不出 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似乎像是某件物品的零件 随后 他来到乔巴昨晚坐着的楼梯边 开始细致地观察四周 这时 摆放在窗边的一只猴子玩偶 引起了巴探长的注意 这只猴子手中 还拿着一根雪茄 摆出正在抽烟的架势 巴探长顿时恍然大悟 想通了凶手的作案手法 对方并没有在香槟里下毒 而是在老魏的电子烟上涂抹了情花物 而手中的这枚金属圆环 正是电子烟上的零件 老魏死后 凶手试图将电子烟扔进河里 毁灭证据 结果在慌乱中 将上面的零件掉落在河边 最后被痴迷他案的乔巴捡到 乔巴也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 为了验证自己的推理 巴探长立即找到魏夫人求证 魏夫人翻找了家里的每个角落 竟然找不到老魏的电子烟 接着 魏夫人还向巴探长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 老魏最后一次使用电子烟 大约是在早上八点半 而其死亡时间是晚上八点半 也就说 老魏从吸入毒药到毒发身亡 中间足足过了十二个小时 可常见的情花物的毒发时间 最多只有半个小时 知识广博的巴探长据此推测 凶手所用的毒药 很可能是情急假玩 这是一种缓效情花物 人体在吸入之后 需要经过十二个小时的代谢 才会毒发身亡 凶手正是利用了毒药的这种特殊属性 误导了警方对其作案实现的判断 在搞清楚凶手的作案手法之后 巴探长有如神助 他随后又仔细检查了魏夫人的那条金色项链 发现了上面有一种滑腻的触感 仔细闻来 还透着一股似有若无的薰衣草香味 正是这个香味 让巴探长确认了凶手的身份 对方不是别人 正是魏夫人的亲妹妹邱嫂 鼻子贼尖的巴探长 此前只在邱嫂一个人身上 闻到过薰衣草的香味 香味来自于邱嫂的护手霜 邱嫂虽然心思细密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在偷取项链时 会将手上涂抹的护手霜沾染到项链上 至于邱嫂本人的中毒事件 显然是其自导自演的戏码 只要将自己塑造成一名受害者 就很容易掩人耳目 洗脱杀人嫌疑 估计他读过不少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 面对巴探长的指证 邱嫂还打算狡辩 可巴探长却表示 他的投毒手法虽然精巧 但杀死乔霸 嫁祸于魏夫人的手法 可能是临时起义 所以执行得非常粗糙 现在只要等台风平息 将项链和乔霸的尸体 送到警局检验 就能找到很多直接的证据 邱嫂见事已至此 也就不再狡辩 他向巴探长和众人 坦白了自己的杀人动机 原来邱嫂和丈夫邱哥 对姐姐魏夫人肚里的孩子 一直望穿秋水 谁知邱嫂在武艺中 听到老魏夫妇商量着 想要建造一个婴儿房 两人说话间 魏夫人还特意叮嘱丈夫 不要将此事 让妹妹和妹夫知道 邱嫂马上意识到 老魏夫妇是要将孩子拒为己有 而他和邱哥与魏夫人的代孕合约 只是口头协议 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如果老魏夫妇真将孩子拒为己有 他和邱哥将毫无办法 为了能得到朝思暮想的孩子 猪油蒙了心的邱嫂 最后决定弄死老魏 并设计了一套周密的杀人方法 只要老魏已死 姐姐魏夫人就势单力孤 到时候自然可以小以利害 争取来孩子 谁知邱嫂的杀人方法 很快被热衷探案的乔爸识破 邱嫂做贼心虚 担心自己暴露 最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寻击刺死了乔爸 并嫁祸给了姐姐魏夫人 如果得计 事情就变得更简单了 老魏已死 魏夫人自己又要坐牢 其生下来的孩子 自然交友邱哥邱嫂抚养 听完邱嫂的认罪告白 魏夫人悲愤交加 她坦诚地告诉妹妹 自己和老魏从未想过占有孩子 两人准备建造婴儿房 只是送给新生孩子的礼物 并想给妹妹妹夫一个惊喜 结果妹妹没搞清楚状况 就动手杀人 酿成了两条人命的惨剧 如此狠辣的性格 即使孩子将来跟其一起生活 又怎么会有好结果呢 听完姐姐的沉痛指责 邱嫂悔恨万千 可一切为时亦万 本期的故事令人颇为唏嘘 说到底 还是因为缺乏沟通造成的悲剧 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人 也往往因为性格的原因 缺乏主动沟通的意愿 在爱情工作生活中 总是用猜测和脑补 来揣夺爱人 同事 朋友 以及家人的心思 这样的相处之道 常常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困扰 有时候充分的沟通 会避免掉很多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 你们说呢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悬疑推理 探影视剧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下次见咯